好 先來關心的最新的消息 他們都各發出了一封信 先出了抗中保台的兩難 中烏公開了秘密 無情的戰爭 是不是真的要選邊站呢 先來看看 這是烏克蘭的副總理 他在Twitter上頭 公開呼籲我國 跨國科技公司華碩 要加入抵制俄羅斯的行列 而且呢 他說呢 俄羅斯人沒有道德權利 使用你們出色的科技技術 技術應該是為和平而非戰爭 而且呢 他也公布了 既這個給董作師從堂的公開信 他這個烏克蘭的副總理 費多羅夫 他再發出了這一封的公開信 他心裡頭就提到 人民的性命比以往 更取決於你的選擇 不目前呢 華碩是暫時還沒有最新的回應 好 來看看是呢 這是烏克蘭副總理 發布的公開信給我們的華碩 那我們這一方其實來看是呢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靜 他也發了一封公開信 給這個烏克蘭的副總理 信裡頭寫了什麼呢 他認為啊 他請烏克蘭要先為軍售 中國大陸道歉 再要求華碩抵制俄羅斯 好 這個公開信的詳細內容 我們帶您來詳細來看 好 他就寫說 親愛的 這是部長 你以公開信點名了台商華碩 加入抵制俄羅斯的行列 因為俄羅斯就道義而言 並不是沒有資格使用 台灣用於和平 而非用於戰爭的高科技產品 但是請容我提醒閣下 貴國曾經對北京來出售過軍備產品 假如呢 你願意為貴國向北京出售用於戰爭 而不是和平之用的軍備的產品 跟這個在台的誠心致歉 你才有資格要求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要支持貴國 世事輪迴報應不爽 當貴國向北京來出售軍備產品 可用於殺傷台灣民眾的同時 你怎麼能夠厚言來要求 由台灣高科技業停售民用 而非用於戰爭的商品呢 假如你還有點良知的話 請向台灣民眾證明 你還有點道德底線吧 也衷心祝福貴國的命運 也同樣祈願無人未來 不會受害於貴國所授予 北京的這個軍備產品 這個屬名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靖 可以看得出來張靖是直接發了 也發了一封公開信 來回給他們的烏克蘭這樣子的部長 當然為什麼會這樣子來說呢 其實可以看到烏克蘭 它幫助大陸的軍事發展 很多的軍事級數等等相關的一些 都是烏克蘭在幫忙發展 比方說像是遼寧號金十五 還有這次52D型這個驅逐艦 裡頭都有烏克蘭軍事的影子 現在總統蔡英文說台灣跟烏克蘭要站在一起 但是烏克蘭其實幫助了大陸來發展軍務 這些軍務有沒有可能反而被用來對付台灣呢 這樣子蔡英文是不是根本在自己打臉自己呢 我們先來看看張靖的最新的手法 烏克蘭副總理兼數位發展部長 這個義理道歉 因為他們當他們軍售北京 而且這些武器軍備產品 將來可能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認為你提出這個要求 必須先對我們宣誓 以後烏克蘭首先應該要對此道歉 並且宣誓烏克蘭以後不再軍售北京 然後才有道理去要求中華民國 對俄羅斯不要銷售和平用途的產品 我在這邊特別提出這一點 並且提醒這兩者是不同的 因為烏克蘭銷售的是軍備產品 是用於戰爭的軍備產品 而我們華碩公司銷售俄羅斯 是和平用途的民用產品 這兩者基本上有差距 所以大家將心比心 世事輪迴報應不爽 我認為烏克蘭遭侵略 雖然可以同情 但是不要昏了頭盲目地去力挺 我認為俄羅斯侵略他國 確實應該譴責 但是我們是否要採取制裁 必須要深思熟慮 精打細算 不要在那邊盲目衝動 所以我認為我們大家要挺住華碩 不要去鳥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做這個要求 根本就是沒有道理 而且自己毫無反省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這一台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 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 我是你家庭就能夠 再次氯酸水的生命 A洋水上 我來自氯酸水的生命 就是在死亡 不施的生命 就是在死亡 再次氯酸水上 又想得起來 和翁酸水的生命 們在殺點 再次氯酸水的生命